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 跨部会严厉的打诈新司法 未来也将会送利润审议 期盼能够有效的遏止 诈骗集团继续猖獗 而这次新法将会要求 境外大型网络平台 像是TikTok 脸书等等 要在台湾指定法律代表人 此外更会加重 茂名政府行骗者的刑期 而为了从内部分化诈骗集团 这次也加入了所谓的 《窝离返条款》鼓励诈骗集团成员 自首协助警方办案 你的案件是非常有的 双手上靠狼狈落网 IMB诈骗集团不法吸睛 高达90亿 害得好多被害家属家破人亡 更可恶的是 刑警还在他的家中 找到好多名贵养酒精品 国人对于诈骗案件深恶痛绝 政院也将沿逆打诈新司法 未来将送到立院审查 建立我国打造法制的新的里程碑 大诈新司法将会从加重刑期 加强科技侦查 以及洗钱防治等多方层面进行 更要求境外大型网路平台 像是TikTok 脸书等 在台泪落地 在台湾都必须要有指定法律代表人 如果没有 罪重处2500万元 或限制截取 形同封网 另外除了加重诈骗金额达1000万元的嫌犯 若是被查到有组织犯罪情况 也就是三人以上冒名政府或进行复合式诈骗者 刑期还要加码二分之一 而在假释方面 这次加入了三证条款 三犯诈欺入狱者不准假释 为了进一步从内部分化诈骗集团 还加入了窝里反条款 鼓励集团成员当内鬼 只要犯罪者自动缴交所有犯罪数额 就能减轻或免除刑期 协助警方办案 让警察查扣集团全部犯罪所得 抓到幕后主使者得以免除其刑 要兼顾人权的保障 科技侦查的分类 规定当然要非常的细腻 乐见行政院赶快把法案提出来 该扩大范围而不是限于打诈 打诈新司法在行政院长即将卸任之际 终于送到立法院 未来能否顺利上路 就看蓝绿白委员们能否达到共识 记者三位刘成为台北采访报道